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真还那么坚持的 不是赵露丝逼他的 所以吴蕾伤心什么的 赵露丝也不想管 感觉很烦 明明赵露丝自己表示很多次 拍戏的感情不要当真 走过场就好了 过去就过去了 以后会有好的人认识相爱 当时冲动不代表和是自己 毕竟人生是他赵露丝自己的 网友看见了如此的吴蕾 确实同情 希望吴蕾早日恢复精神 既然不爱自己 那就找寻一个爱自己的女孩 强求不来就放手吧 况且吴蕾还年轻对于婚事 也不急于一时 慢慢寻找 慢慢等待 缘分到了 那个属于自己的爱人会出现的 毕竟绝望的文盲 和无言会语连篇的赵露丝 今后该何去何从 美不过迪丽乐巴 演技不如扬秘的赵露丝 今后该何去何从 如果吴蕾等来了一个赵露丝真诚的道歉 那他的路会不会越走越宽 社会上有一个致富法则 你的收入 与市场认可的你所产出的价值成正比 1998年11月9日出生于四川成都 业与中国台湾民道大学的赵露丝 何德何能躋身95小花之首 古语云 轻易其外 败续其中 赵露丝不是没有前车之鉴 他的翻车 似乎猝不及防 其实不然 早在央视抨击绝望的文盲时 赵露丝就成了典型的例子 要是一个懂得自省的演员 亦如刘德华之类的 绝不会有后来的事 而赵露丝成明早 成功又来得太容易 一旦如杨旭一般飘上天 就很难脚踏实地了 青汉灿烂拍摄现场 导演喊了开机 作为一个演员 竟然没有听见开机 敬业的搭档吴磊 全新投入戏里来 一时间策马奔腾 拍股装剧却不会骑马的赵露丝 本能反映的狂飙脏话 对吴磊一个语相像 甚至带着怒气挥手打了吴磊 除了赵露丝以外的 所有人都知道开机了 赵露丝不敬业理亏在先 却依旧理直气壮 吴磊被骂受气 但还是保持着体面和涵养 认真解释自己是听见开机才开始跑的 赵露丝下马的时候 还身守护着以防他摔倒 下马后 剧组的所有人都去哄赵露丝 被打背妈妈的吴磊 一个人坐在马背上梳理情绪 神神吸了一口气 估计当时吴磊也在马背上 将纸业素养默念了几十遍 才忍下了所有的憋屈 吴磊好心提醒搭档赶快入戏 得到的却是强词夺理的解释 这本该是受到导演批评的事 且看看场下导演的表现 一条过 导演和剧组工作人员 安前马后的安慰和夸赞 众人的热脸却贴老 赵露丝的冷屁股 导演不敢得罪赵露丝 试想一下 这是要是歌李少洪身上会如何 2010年 16岁的杨阳在拍摄《红楼梦》 钟情文献事时的哭泣 导演李少洪觉得不够完美 二话不说 走过去直接给了他三个巴掌 杨阳瞬间泪如泉涌 李少洪见状才满意的点头 同样是演水蛇妖 薛尖宝儿 眉眼又有些像你灵妹妹的 情文的杨幂 说自己2007年在拍李少洪 导演的电影们的时候 被建议拔了四颗牙 就这样 李少洪还曾在公开场合 透露杨幂演技差 要是赵露丝遇到李少洪 武汉开机你都听不见 那当如何 在画门后 赵露丝的行为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事到如此 赵露丝及其工作室本该引以为戒 不想赵露丝非但没有道歉 他的工作室还站出来点名网友账号 紧到他们不要侵犯个人的权益 无问赵露丝和工作室如何操作 这件事再也喜不白了 95后的顶流小花 跟曾经85后的顶流小花 赵丽颖 杨幂相比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而是十万八千里 赵露丝成不了赵丽颖 更成不了杨幂 她顶多算半个唐烟 资本的土壤可以长出娇嫩的花朵 却不一定可以结出甜美的果实 不可否认 艺术上的竞争通道 李群日志本课的竞争通道宽很多 因此很多颜值不错的学生会 选择走艺术这条路 高考数学16分的赵露丝 胡同演完了甜早 顺不知见党见过孰心孰后 去我国台湾省读书里解城 去国外读书 如今的赵露丝 甜妹人是崩塌 还能走什么路 把赵露丝和吴磊放在一起 差距一目了然 悟空一切的赵露丝 比绝望的文盲和乌言慧语更可怕的 是自证清白和金玉其外 这不是金玉其外 代序其中是什么 曾经的85小花马 杨幂 赵丽颖 刘诗诗 唐烟 刘亦飞 杨幂已经成功成为投资人 旗下迪丽岳八正炙手可乐 赵丽颖转型演证剧 一部风吹半下征服了观众 95小花庄 忍敏 神月 宋佐 天兽威 王楚然 张静怡等 清一色的甜妹和少女感 事实上 如果不是吴磊职业素养过艳 从头到尾即使被骂被打 都没有松开手一直空马保护着对方 下马后还抢颜欢笑 在镜头前留下了这份体面 那他很可能就会成为 下一个印小天了 当红小花脏话骂人 吴磊差点成为下一个身陷插刀叫印小天 随处简单回顾一波插刀叫事件 同样在剧组被女性骂 印小天就因为还嘴 被打入了无尽深渊 2012年 印小天在电视剧枪铃弹与剧组 因为女性边潇潇将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 搭戏不配合 印小天多次善意提醒 却被边潇潇辱骂 印小天本能回骂了一句 随后被工作人员分开 只是一气之下回了嘴 没有动对方一根手指头 印小天却没想到几乎断送了 自己整个演艺生涯 现在时间线回到2023年 如果吴磊在心汉灿烂片场 没忍住回了嘴甩了手 那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指责和扣锅呢 庆幸的是 吴磊在这件事上 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受害者 他认真拍戏 开拍后就进入了角色状态 被赵卢斯用脏话接连攻击后 他牺牲解释 正是开拍了 被骂全程没有甚至连黑脸都没有 停下来后 吴磊站里却不多咄逼人 虽然生气但还给足了体面 在对方下马时 也在考虑对方的安全 伸手扶着他下了马 尽管已经做到了如此滴水不漏 还是有赵卢斯的粉丝指责他 吴磊这就是故意的职场霸凌 他故意想看女方出丑 想置赵卢斯于死地 成牌的女方粉丝艾特吴磊 马宝南吴磊你敢不敢出来出来说两句 变真工作的是吴磊 被骂的是吴磊 被打的是吴磊 被玩弄感情的是吴磊 怎么就变成了要吴磊出来道歉了 吴磊尽责地护住了赵卢斯 却被泼脏水 说成是 令赵卢斯身处险间的人 吴磊和赵卢斯 让我看见了两种不同的职业操守 两种不同的偶像明星 可能这就是演员之间的参赐吧 观众需要什么样的演员 粉丝需要什么样的偶像 相信大家心里自有答案 最后 只想说 赵卢斯 你欠无礼一个道歉